之中给到的力量 但是这一局已经拿到了六个淘汰了 而且占住了整个圈行的北部 是的 我觉得现在在圈边的战斗 真的是谁更有耐心 谁的胜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那如果说谁的枪法和手感好呢 那谁的胜率又会再往上提一些 看一下这个位置 ACT的小小酷 一个人独狼不太好走啊 小小酷在这一局其实也是手感非常好的选手 刚才也可以说是避网狂澜啊 自己是用一把AK压制住了对面 对的 但是呢 现在小小酷头顶可是有NV腾讯视频上对很多成员 哇 这一波远点压倒了神森森 那神森森此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扶的 神森森在这个位置啊 第一次是被陈C打倒 第二次就是被像素打倒 是 但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 队友是没有办法分出闲心来拉 因为正面的队友还要顾及老干爹这边的冲锋 要扛下这个山脚下的鸭 首先呢 第一步就是不能倒人 是 我上次本局已经拿到了七个 这颗雷有机会 估计局是直接站到了门口 看一下近点 陈C直接选择排一下一楼 王子给他脚下背了一个投掷 而领域这里连续放到两人 陈C跟领域 领域在烟里 陈C现在还不知道 丢一颗闪光弹 混淆一下 但是陈C这里是完全没有了投措物的 只能近面靠枪很稳健 直接拔掉了天霸最后一人 是的 那现在呢 问题又给到了福爱姆 因为福爱姆其实在刚刚的山头啊 是抽了很多领域的背身 是 猫猫这个位置刚才也是配合了队友的枪线啊 但它本质是留在后点位的 是留在这个防区里面的 而在圈的东北部 或者是说西南 东南部啊 NV腾讯市民战队也是拔走了脚下这个独牢 是 NV腾讯市民战队 现在还有比较健全的载具啊 选择往山下拉一下 这样的一个布局是正好可以看到LGD 又是像素 非常关键的位置 看到了LGD猫猫 而正面把猫猫打残的 正是NV腾讯市民战队的 Para Boy 但是NV腾讯市民战队 现在有一个顶圈的压力啊 尤其后点的两人 好像我刚才是看到车是稍微的 这个起伏了一下 对 吉米一个撕血状态来到了这个房型内 但是蓝圈收缩也是最终会把它赶出来的 但是现在对于4M来说 现在这个山头还能呆 但是呢来到阶段八 我觉得真的要看圈形 到底往哪边去刷 是往哪边去倾斜啊 现在对于猫猫来说 他时刻知道 吉米所在的位置 没有办法 这地方被蓝圈逼出来之后 是肯定在LGD的视野之内的 现在场上阵型比较好的呢 就是LGD 因为猫猫一个人在后点 但是这里像素抓到了机会 把猫猫打残 那这样的话 LGD应该是知道了 在圈的最边上 像素和小小剑 是两杆枪刚才激发了吗 这个下一个阶段八 他是给到了一个比较偏北的同行员 这个位置看一下猫猫能不能够起到作用 毕竟还有个NV同一视频战队的散兵 散兵待会儿先解决三三 还是先解决老干爹那边的猫猫 但是我觉得怎么样这个圈型的样子 都像是LGD或者是4M先解决散兵啊 不好说啊 对他现在不带圈啊 看他能够被刺到谁 他不一定能收到这个分数 但是他现在其实如果能换到一分也是可以的 对 好看一下猫猫这个位置 扛着篮圈 还好有一个完好的凤子 到这个斜坡停一下 话重点啊 除人逍遥该学了啊 哈哈哈哈 除人逍遥说我都走了 我上一局你还cue 网课 网课开始 猫猫的这个位置还能到前面 点一下空头 这个位置 Para Boy是对三三动手的 怎么样 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 有道理 我就觉得这个位置有一点危险啊 确实是这样 对三三来说 有点危险 那现在三三的位置已经被击倒 而且还很有机会被补掉 那但是我觉得补掉 哎呦 这里小小剑也是放倒了出品 这个时候两边都开始放倒对方的忍者力量 小剑又被第一带倒 是的 第一被锁定 出品这里第一梭子开枪压下去 没有太大的效果 第二梭子站起来放倒了第一 但是承四叶这里补枪成功 第一时间还能够摸起自己的队友 不过这个时候还好阶段还没有开始刷新 还能够服人 看一下猫猫 猫猫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找到 这波昂哥在大气层 我甘愿说我输了 不好说 这个位置一波battle 但是还是由猫猫拿下 最后让我们恭喜 L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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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B